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的文仔 可能我們太久沒搞過這個活動了 我特意第一次弄了這個死鬥場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這個場我都改了他的名字叫聯合軍演 為什麼叫聯合軍演呢? 這個場是為了訓練大家全面性的技術 包括戰機、坦克和各種的戰術 我現在進去裡面的場再介紹給大家看看有什麼 進來這個場的時候,每邊都有5架戰鬥機和4架坦克車 地下都會有機關槍和火箭炮 每一次出來的時候都會有散彈槍 為了方便所有網友看得清楚一點 現在我就找個直升機在上空盤旋 告訴大家附近有什麼武器 大家可以記熟一點,大家打得就會開心一點 可以記住嗎? 大膽子 可以記住,戰友團 可以記住 正確 我現在零零四四有獨立一個戰機就很陰濕地放在這裏 我們左手邊就是我們一開始的總部 那裏就會有4個戰機和4個塔克車 我們就可以在地面和空中戰,然後飛上一點 阿俊麻煩你飛上一點 至於這裏,嘩這裏厲害 我們可以再飛高一點 這裏我特意放了一個類似高射炮口的塔克車 因為這遊戲本身就沒有高射炮 所以我特意放了一架塔克車在上面 可以方便射戰機幫幫手 這裏真的很厲害 接著阿俊可以直行 直行去對家那邊 對方那邊也是一樣 同樣都是有4架塔克車和4架戰鬥機 就齊了這裏 好,接著阿俊你可以飛高了 接著應該是你的左轉 你的左轉 停了,對了,飛高 阿俊你是不是看到一個障礙物 見不見 好,就是這裏 這裏也有塔克車的 也有很多鐵板圍著 它主要的作用也是等同於高射炮的用途 那好吧,在這場戰役裏面的槍械呢 只有三款 第一就是你手拿著的散彈槍 第二就是一支很普通的機關槍 第三就是一支火箭炮的 那火箭炮當然可以射坦克 對不對 那每個位置都會有一個降落散的 萬一你的重生點在上面的時候 跳降落散下去就不用死了 大家可能會懷疑 坦克車在屋頂怎麼能夠射到的戰鬥機 其實是可以的 也有很多網友做到的 那阿俊也真人示範了 原來是可以真的做得到的 那我們馬上去片給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看見了什麼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嘩 外面充斥我的口袋 有啊 介紹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我第一次做的死豆腸 到時候再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就可以試玩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